威廉王子不忘初心 加冕演讲缅怀戴安娜 只字不提新王后卡米拉 加冕典礼过后 威廉夫妇的支持率飙升 成为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 英国王室也在寻求转型之路 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多段日常 企图拉近跟民众的距离 眼间的读者已经发现 加冕典礼的幕后花絮视频中 出现了肯心顿弓的身影 这显然是威廉王子的意思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高调缅怀戴安娜王妃 此外一架钢琴还给了特写镜头 上面摆放着威廉和戴安娜的合影 当时威廉还很年幼 依偎在戴安娜的怀里 把我们的思绪又拉回到从前 显然戴安娜王妃的离世 对威廉和哈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哥哥威廉 必须承担更多王室职责 哈利则活得更加自我 兄弟俩完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这段影像资料已经发布 社交媒体上立刻炸了锅 王室粉丝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其中大部分人认为 威廉王子不忘初心 心里始终装着戴安娜王妃 只是迫于公平规矩 很多情绪不能随意发泄出 正是这份血浓与水的亲戚 让大众对威廉无比佩服 不光要孤军奋战 还要忍辱负重接纳卡米拉 哈利王子离开王室后 威廉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 并且如今还闹得兄弟反面 不少王室粉丝都认为 如果戴安娜王妃还活着 根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卡米拉也没有机会加冕 只可惜现在只能接受现实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戴安娜已经是王室的过去式 即使两兄弟也有和好的时刻 肯辛顿宫门前 戴妃雕塑接木的时候 他们就走到了一起 共同怀念母亲 事实上他们心里都清楚 戴安娜的地位到底有多重要 足以放下隔阂和仇恨 威廉王子在皇家音乐节上的发言 也明理按理向戴安娜致敬 侄子不提卡米拉王后 在所有人看来 戴安娜才是无冕之后 卡米拉的身份最多是伴妃 事实上 威廉从未忘记过戴安娜 几乎所有房间都会放合影 因此就算威廉十三宝没有见过祖母 也对戴安娜的形象很熟悉 这或许就是一种传承吧 最为遗憾的一点是 就连凯特王妃也没有见过戴安娜 因此无法跟孩子描述更多细节 所以威廉王子扮演重要角色 经常为孩子们讲戴安娜的故事 努力让孩子们记住 谁才是真正的祖母 虽然官方的祖母是卡米拉 但是孩子们跟新王后并不亲近 其中最大气的是夏洛特公主 居然公开拒绝给卡米拉行屈膝里 受到了网友们的高度赞扬 此外 哈里一家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莉莉的名字里就包含戴安娜 此外上传到网上的视频中 梅根也在耐心的跟孩子们解释 照片里的人就是戴安娜 也是唯一的祖母 很多网友不禁潸然泪下 就算戴安娜已经离世26年 依旧活在所有民众的心里 反倒卡米拉臭名昭著 就算加冕为英国王后 也难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无论威廉还是哈里 都从心底里怀念戴安娜 这一点两兄弟有着高度的遗志 俗话说兄弟细于强而外遇其辱 期待他们可以早日和好 共同对抗卡米拉王后 还戴安娜一个清白